证据法是处理法律程序中证据的可接受性的法律分支 另一方面,档案是指保存、组织和提供历史记录和文件存取的过程 在证据法中,档案既指文件证据的认证手段,也指传文规则的例外 文件证据的认证是指验证文件真实性的过程 证据法中书证的鉴定方式包括 1.亲自了解文件真实性的证人的证词 2.亲自了解文件制作情况的证人的证词 3.亲自了解文件执行情况的证人的证词 4.亲自了解文件交付情况的证人的证词 证据法中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如下 1.当前感觉印象 传闻规则的这一例外允许证人的庭外陈述被采纳 前提是,该证词是在证人受到事件当前感觉印象的影响时做出的 档案法与证据法的关系在于 档案即指书证的真伪手段 也指证据法中传闻规则的例外 在证据法中,档案是指书证的真伪手段 例如,在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规则902 规定了某些类型记录的可接受性 例如公共记录 公共记录的和政府本以及定期进行的活动的记录 档案与文件证据的真伪以及证据法中传闻规则的例外情况有关 一,书证的认证 归档是指验证书证真实性的过程 这可以透过多种方法来完成 例如比较文件的物理特性 例如墨水 纸张 印章等 根本证据法中传达 并证据法中传达 并证据法通信